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当时的皇帝贤锋的宠幸被赐以兰贵人的称号 第二年就被封为一品 在他到二十二岁的时候 地位再进一步 成为后宫地位仅次于皇后的一贵妃 但慈禧比皇后要更为贤锋所信任 慈禧自小就受到良好的教育 书法上将 且对于一些繁杂琐事的处理十分的得心应手 而当时的大清朝遭受内外渡荡 咸丰提于应付精神日益为民 对于正式处理力有不耐 于是慈禧时常为咸丰执笔批改奏者 并相对应提出了不少狠见社性的意见 咸丰大为赞同之余 越发将批改奏者的权力交于慈禧 可以说 在批改奏者的过程中慈禧出长权力的滋味 越发的深陷其中 不可收拾 而随着年龄的增加 他对于床塔之势的需求也在逐渐的提高 然而 当时的先锋 埔里正是已经是力不从心了 自然是无心与他进行雨水之欢 慈禧年龄渐长 对这一方面有所需求也属正常 而身居深宫 寂寞的他的只好让身边的太监 在他入睡的时候减数来自民间的故事或是笑话 以此半期入睡 最终 直到一个人映入他的眼帘 公亲蒙一新 作为洋务运动的创始人之一 多年的习武和长时间的军事 使得他身姿挺拔 英气逼人 民间甚至有传闻说 早在慈禧入宫前 他们之间就已经相识相恋 而慈禧所生下的同志皇帝很有可能 就是和公亲王一新的私生子 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 出于掠夺更多的财富 和进一步打开中国市场的目的 英国联合法国发动了第二次英法战争 沿着天津肆无忌惮的烧杀墙 更是一路杀进了北京城 咸丰大为惶恐 迅速逃往热河 并于第二年在热河去世了 咸丰帝迷流之际 将几位位高权重的大臣名为顾命大臣 但是当时的慈禧所生的太子尚年幼 慈禧和另一太后慈安氏丹丽博 顾命大臣其心皇年幼 屡屡以下范上包揽朝政 这让权力欲望膨胀 慈禧大为不满 于是就联合了公亲王一新 将这几位顾命大臣抄斩 而公亲王一新也以此功劳 被封为义圣王 慈禧对于这个救自己母子 与危急存亡之际 的男人有着说不清到不明的情感在里面 也使也多有记载两人的恋情 只是当时的慈禧相对于男女之事 更加在意的是可以掌管天下的无上权力 而长时间掌管君政大权的一新 更习惯大包大揽 认为后宫不应该过多的干预朝政 于是两人见生矛盾 最终也分道扬镳 但慈禧身边的男人并不会因此就减少 在谈起莫代太监的时候 我们经常会说到一个人 大太监李连英 李连英在维新变法中一度作为慈禧的耳目 打探新党的一举一动 慈禧重掌政权李连英有着不小的功劳 并且在一些大事情上 李连英都能为慈禧提出很多不错的建议 所以慈禧对李连英是非常依赖的 只不过作为一个太监 男女知识只怕是很难满足慈禧的 所以这里就要说到一个人了 来自英国的埃格蒙拜克豪斯 他1899年来到北京 当时年仅26岁的埃格蒙拜克豪斯 不仅精通十余种万语 还英俊潇洒 1902年6月 慈禧开始召见外国的一些公使和公使夫人 作为一个出色的中国童 拜克豪斯经常陪同各国公使 出入皇宫 作为一个外国人 埃德蒙拜克豪斯 在中国过得是蛮滋润的 而比较特殊的是 埃德蒙拜克豪斯是个同性恋 而且还是各双性恋 这个秘密在另一英国人特为罗伯所著的书籍中曾有记载 有记载说 拜克豪斯经常多次和慈禧太后悔乱 而大太监李连英也参加一度参与其中 而且作为一个外国人 拜克豪斯掌握的各种男女之间的知识与慈禧太后 以前所接触的截然相反 其中就包括角色扮演等等 当然 对于这些新奇的文法 慈禧大为惊奇 在慈禧太后的授意下 拜克豪斯就曾经和大太监李连英多次搞在了一起 而慈禧太后则在一旁观看 之后 随着年龄增长 以前听故事入睡的慈禧太后 已经要听这些黄色故事或是看黄戏才能满足她了 但是作为一个早早就失去了丈夫的女人 有这方面的需求并无可厚非 而且对于慈禧来说 权力才是最好解药 所以 这些男人 对慈禧来说 很大程度上也只是他欢乐的工具罢了 随着慈禧的离世 这个有着惊人才华的男人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野 据史料记载 此后的二十年间 埃德蒙拜克豪斯始终隐居在北京 过着平凡人的生活 多年后出版了一部回忆录满洲的衰落 并且在此书中披露了他与慈禧长达六年的情人关系 甚至对某些环节还做出了很详细的描写 参考资料 满洲的衰落 慈禧的秘密生活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